哈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节目主持人一欢 我们先邀请到跟我们一起对谈的记者是真怡 一欢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首先要来谈论到的话题 还是跟这个乌俄战争相关了 那其实最近啊这个乌俄战争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这边的军队 他们都是持续的在猛攻这个乌东地区嘛 那这个俄罗斯国防部他们先前就有讲了 他们说啊他们这个俄军的这个空降部队啊 持续投入更多的兵力 就是想要切断这个乌克兰军队 他们呢要来前进巴赫姆特地区的一些联系 那他们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要禁止这个乌军进入巴赫姆特的心脏地带 同时这个俄罗斯国防部他们也提到了 他们有这个佣兵部队瓦格纳集团嘛 他们也说这个瓦格纳集团也持续的 在这个该地区发动这个强烈的攻势了 不过俄罗斯这样讲好像是说 他们在这边现在目前是战上风嘛 掌握优势的样子 但是他这个发言脚没多久之后 马上被这个乌克兰这边的这个司令部发言人给狠狠打脸 他说俄罗斯国防部说的 其实不是现在这个该地区真实的状况了 主要就是说他们说 其实他们乌克兰军队 现在还是可以持续在该地区运送一些补给的弹药啊 也可以将他们受伤的伤兵运回后方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们其实要前进这个地区的这个道路是没有被阻断的嘛 那乌克兰这样讲了之后 后来这个哇 格纳集团他们这边 其实他明明是俄罗斯的佣兵部队 结果他们讲法好像也不是 比较贴近乌克兰一点点 他们的想法就是跟这个俄罗斯他们自己的官方讲法不太一样 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乌克兰军队他们持续还在调动这个后辈的兵力 他说其实该地区啊 目前的战争状况是有点血腥的 而且持续在进行当中 如果真的照俄罗斯他们所说的说 要包回巴赫姆特地区的话 其实有点言之过早 这个意思的大概概念就是说 其实目前这两边还是在这个乌东地区 抗战的相当严重的 并不是像俄罗斯所讲的说 我们已经拿下这边大部分的优势了 那其实啊乌俄战争他们一直打到现在 巴赫姆特地区也是战争相当的猛烈嘛 那先前俄罗斯他们竟然趁着深夜的时候啊 用这个燃烧弹 那这个燃烧弹其实他是丢了之后 他会产生大概两千四百度的高温 所以其实这个杀伤力是蛮强的 那这几天还流出两段相当残忍的画面 就是这个乌克兰军队被俄罗斯军队斩首的画面 乌克兰士兵走在残破不堪的街道上 没过多久不远处就传来巨大爆炸声 死守在巴赫姆特的乌克兰第一机械化营 第三突击旅的士兵 不管走到哪或是在哪寻找掩护 都有俄军朝他们攻击轰炸 俄罗斯的狙击手也躲在暗处 随时瞄准在前线移动的乌克兰士兵 入夜后俄军也对巴赫姆特动用燃烧弹 画面宛如天降火雨 虽然看似很漂亮 但它却具有超过2400度的高温 接触到任何物体都会迅速燃烧 对乌军来讲是相当可怕的武器 俄罗斯军方大肆宣扬战果 甚至声称被调来巴赫姆特的乌克兰增援部队 不过乌克兰方面释出这段自拍影片狠狠打脸 反驳巴赫姆特已经被占领的说法 画面上看到乌克兰士兵在市中心街道上 大摇大摆往前推进 还持续跟俄军近距离交战 乌军躲在建筑里朝俄军发射火箭推进榴弹炮 双方攻击你来我往 就当巴赫姆特血战持续之际 CNN曝光一段在网路上疯传的影片 疑似是俄军将一名乌克兰战俘残忍斩首处决 遭斩首的士兵身上有黄色臂章 CNN指出这就是乌军的标志 另外一个人绑的则是白色缎带 也就是俄军的标志 另外一段疑似斩首影片显示 乌克兰士兵的遗体被瓦格纳佣兵 晾在战场上炫耀示威 由于原始画面太过残忍 CNN也只选择性播放 改有口头叙述 这两段斩首影片的真实性 还无从证实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痛批俄罗斯军人简直是畜生 这影片的美国是什么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没有人 父亲 兄 男人 或是孩子 这影片的美国是 这影片的美国是 这一段时间做这一段新的 这样的经验 弃生命 这一段时间继续通过视讯 呼吁IMF要对俄罗斯 采取更强硬的制裁 对于骇人听闻的 士兵展手影片 欧盟也出面抨击 克里姆林公的回应是 这一段影片看起来很可怕 但真实性有待查证 只是俄军在乌克兰境内 传出太多暴行 埋地雷也是俄军的一贯手法 造成许多乌克兰士兵 和平民丧生 当然俄军的损失也很惨重 为了补足军力缺口 俄罗斯下议院 不只通过电子征兵 现在还准备要向人民 课征所谓的军队税 乌克兰战时越拖越久 对俄罗斯经济是一大负担 如今又要对老百姓加税 国内反战宣浪 恐怕难以平息 TVB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大家都可以知道说 这个战争打下去啊 不只对这个人民的财产 会受到一些安全危险之外 就是连家园啊 还有这些经济业 都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了 那我们根据这个乌克兰国家统计局 他们先前指出说啊 其实在俄罗斯军队 入侵乌克兰之后 他们的一些出口 就有受到了一些限制了 那也让乌克兰 他们在2022年的时候 经济萎缩了 大概29.1%这么多 那和乌俄战争先前相比啊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亲西方的政府领导下 其实乌克兰 他们国内的生产毛额 大概是上升3.4%的 也因此可以看得出来说 这个战争 对这个乌克兰当地经济影响蛮多的 那其实大家有关注乌俄战争 也都知道说 其实战争啊 这个俄罗斯军队 他们不断的攻击一些 这个乌克兰当地的重工业 甚至有一些工厂 也被这个俄罗斯的军队给占领了 那也因此让这个钢铁产量 大量减少 大概百分之七十亿左右 那粮食的部分 也是有受到影响 2021年的时候 大概是有八千六百万的 八千六百万吨左右 那其实到2022年的时候 只剩下五千三百万吨了 也因此推升了 这个全球的通膨 那另外呢 先前也提过说 一些电力设施 也因为这个战争 也被波及到 那大概乌克兰当地 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 这个电力设施 也都被毁损了 那目前这个世界银行 他们就来推估了 他们说啊 因为这样战争 导致说这个乌克兰境内 很多东西都受到影响 那大概这些的重建的经费 要多少呢 四千一百一十亿的美元 大概是台币十二点五兆左右 这个金额其实真的蛮多的 对不对 对而且其实乌克兰 受到这一场战争的影响 你看GDP萎缩了 将近三成左右 然后最近闹得沸沸扬扬新闻 就是美国的这个机密文件外泄 又提到说乌克兰的弹药 可能到这个四月五月的时候 就会用光 再要抵挡俄罗斯的这个飞弹攻击 会有点困难 那这一起这个机密外泄事件最新的发展是呢 美国这边逮到外泄这个机密的人 是他们自己人是一名21岁的空军国民兵 遭到FBI逮捕了 然后呢他被逮捕画面如下 他就穿了一个红色短裤 然后被从这个麻州的一个民宅里面被带走 那这个人呢叫做特谢拉 他是21岁的麻州的空军国民兵 而且他甚至还之前还有得过一些奖项 表现是相当优良的 但是怎么会说 对把这个很重要的机密文件外泄出去呢 纽约时报就报道了 他呢是在这个 算是这个游戏网路平台Discord里面 他里面有很多的群组 这个特谢拉 他是里面其中一个群组的领袖 然后他因为可以接触到这些国家的这个机密啊 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就很常把一些机密的文件 贴到这个Discord社群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些可能就想要炫耀吧 知道说你知道其实我得知很多的讯息 对比如说一些什么 政要的一些行程啊 然后战场的细节啊 地缘政治的分析等等 那他除了把刚刚我讲的这些外泄之外 还有就是乌克兰的战情的分析 他就通通都给他曝光了 里面有什么呢 就是乌军的弱点嘛 我们刚提到这个弹药不够的问题哦 还有说这个有关这个美国的一些盟友啊 以色列南韩 然后甚至还有北约这个土耳其的一些情报 那这个有这个前美国司法部的国家安全检察官呢 他有讲说即便呢这个特谢拉说他没有意思要造成伤害 他也许他会在上法庭的时候辩解说他可能只是想要炫耀啊 或是纯粹一个资讯的分享没有想到他外流出去了 但是呢这个范格瑞克他推测他有可能还是会面临十年的徒刑 那预计呢这位特谢拉可能是明天要来首度出庭了 首高举头顶叫FBI逮捕这位就是泄露美国俄乌战争机密的主贤特谢拉 21岁担任麻州空军国民兵 疑似透过比对外流照片才锁定嫌犯身份 但如此高阶敏感文件 究竟为何一件民兵可以拿到手 特谢拉工作与情资分析有关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才能接触到这类的文件 先前也曾传出犯案人士高官儿子 官员表示如果是家人身份接触军情文件绝对不容易 因此这些机密外流恐怕并非意外 华盛顿邮报分析绝对是刻意所为 一开始特谢拉借由游戏网络平台暴徒 谣传中心发布这些军事文件 由于被转发整起泄密案才曝光 连续几百页机密公开情报单位的重大疏漏 不仅曝露各国的秘密军事活动 更是造成美国国安一大危机 TVBS新闻听不到 我们知道法国总统马克宏 最近实在是 这个他的言论造成很多国家 对他态度好像觉得怪怪的 跟中国大陆走太近了 那主要就是他这段发言 他就是说欧洲要避免 因为台湾议题卷入美中的冲突 还说欧洲要战略自主 不应该成为美国的附庸 但是波兰 比较靠近中欧东欧这边的国家 波兰的总理莫拉维茨奇 他最近在美国访问 他就对于马克宏这些意见 非常的不以为然 他讲说你看你欧洲一直寻求 扩大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可能会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然后他还再继续的讲 他讲说他们短视的 以地缘政治的代价呢 觉得说我可以欧洲卖更多的产品给中国大陆啊 可以赚更多的钱啊 这样他认为是不对的 应该要 就是说要提升 他们这些说要提升而非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这个也是母汤啦 然后他讲说你不能说今天保护乌克兰 明天说台湾不关你的事 他这些其实他都没有讲明 但是实在是太明显 就是在指马克宏哦 然后他还特别提出了一个警告 他讲说如果乌克兰沦陷被征服的话呢 其实隔天哦 中国大陆就可能会攻击台湾了 不可以说乌克兰这边是欧洲的事情 那台湾好像跟这个欧洲这边是无关的 这是不对的 这两方面的关系其实是相当的密切的 那我们知道说其实这个马克宏哦 这几天呢 不论是在自己的国内 或者是在国外 其实都被骂翻哦 因为国内的话 就是这个法国退休的年龄上调的问题 让他被挨批哦 而且民众呢 持续在进行第12轮的反年改的抗争 甚至有民众呢 是闯到这个LV集团的总部哦 来释放红色的信号弹 那目前呢 德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呢 是正在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了 他则是说 台湾的议题并非跟欧洲无关哦 因为全球有一半的货运会经过台海 如果爆发战争的话 后果是不堪设想 大国周四举行第12轮的反年改抗争 这次示威者再出其招 闯入巴黎的LV母公司前宣泄怒火 抗议群众还在里头释放红色信号弹 向下政府应该去找亿万富豪 解决年金破产一律 从连改争议到弃台论 法国总统马克宏被骂到臭头 正在访中的德国外长贝尔伯克 也强调不接受大陆单方面改变台海现况 德国防长也批评马克宏的附庸说 令人遗憾 但相信法国已经修正 而因为确诊取消仿中的欧盟最高外交官 则看出原定的演讲内容 内容写虽然明白 台湾被中国大陆视为关键议题 但任何以武力改变现状的企图将不被接受 谈起俄乌战争 他也说若中国无法贡献 要俄国撤出乌国领土的解决方案 欧中恐怕很难恢复信赖 至于一直以来最挺乌克兰的波兰 忍不住呛瞎 波兰总理13号接受华府智库 大西洋理事会访问 暗奉马克宏短视尽力 只会因此付出巨大地缘政治代价 他还表示如果乌克兰沦陷 中国大陆隔天可能就会立刻返台 纪念新闻综合报道 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中国大陆他们最近频频的军演嘛 那威胁邻近国家一些安全 大家都会觉得有点紧张这样子 那像是今年菲律宾他们就加强这个自主防卫 那他们还和美国啊进行一连串的这个大规模的演讯 就像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 那他们先前刚结束的是这个尖盾军演 另外还有目前的这个尖并尖军演这样子 那现在两国这个陆军操演的画面也跟着曝光 Danielle选斗 城土不让大受军事肌肉 菲律宾大战标锵是乌克兰战场利器 这回联首美国年度大规模演讯 在当地最大军营实弹操演 apply gere sol'd is an expression oh of us trying to commit 美国陆军司令重申驻非协防 今年和菲律宾一连肩并肩和坚盾军演 创了历年来最大规模 显现积极在亚洲扩大军事同盟 我们正在维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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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保持自由和开放的西方 尤其还进行模拟夺岛等训练 目的就是要防范最大军事威胁 剑指中国大陆的意图不言而喻 面对时常遇到中国大陆船只侵扰 菲律宾不止与盟友合作 还有加强自主防卫的能力 现在在本地自产新的攻击船舰 这是一种高速的技术船 P&P船群 有40公斤的速度 这类多功能攻击船舰 用于登陆抢滩 上头还可搭载飞弹系统 菲律宾推动军事现代化 要做好万全准备 因应可能的外敌 TVBS新闻都不到 接下来带大家看到 就是Google Trends 也是网友最喜欢看 最爱看的这个全球热搜话题了 我们首先先来看到的是美国 我们请真一来帮我们说 好美国的这个热搜关键字是FBI Phone Charging Station 大家知道说其实很多的车站或者是机场 有提供一些可以给你充电的设施 比较方便 但是有些设施它会 有些是给你插孔 有些是给你USB的插孔 就是两种不同的 那FBI他最近呢 在他的这个官方推特有发出一个公告 他是希望说民众呢 尽量不要使用这些 比如说在公共场所所提供的这种 免费的USB的充电站 为什么 因为他说有一些骇客 其实是可以透过 你在那边用USB充电 而窃取你手机里面的一些重要的资讯 太厉害了吧 甚至你有可能 如果说你的手机 很多人现在都用有这个银行的账户 这个行动银行啊什么之类 是存在手机里面的 他有可能会窃取你银行里面的钱 而不见 所以他特别举出来 讲说很多的这个电子设备 其实是要小心来使用的 如果说你真的要需要充电的话 你最好还是用你自己带一条 你自己的USB线 然后你可能如果是iPhone的话 可能那个豆腐头去插插座 这样是最保险的 你不要直接用别人的这个提供的USB孔这样子 那另外还有一种方式比较复杂一些 他讲说外面还有卖一种叫做USB的资料阻断器 那这种装置就是说可以让这个手机跟公共USB的充电孔之间呢 它是可以阻断里面的数据传输 而且是只会保留这个充电的效果 也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啊 但是anyway就是尽量不要就是避免使用这种公用的USB充电 说到底就是不要在这个公共场所用这种充电器 还是自己带行动电源好了对不对 哦对行动电源也是一个方式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英国热搜关键字呢 是这个大脚新新冠变异株哦 其实这是最近出现于印度的这个新冠的变异株 那同时它也是Omicron的亚型变异株XBB.1.16 那它感染的个案数其实在短短的一个月内 肌增大概13倍左右 其中12岁以下的孩童的确诊案例也增加 那它新的病征大概就是结膜炎 那因为这样所以印度当地他们就开始恢复这个室内要强制戴口罩 另外他们也安排说要模拟要是真的到时候 新冠肺炎的这个患者增加的话 他们当地医院要怎么样去因应吗 那其实除了印度之外这个大脚新变异株 还有在美国新加坡澳洲大概有22个国家出现 那目前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他们也在监督这个状况啊 他们表示说其实是需要随时保持警戒的 但是有部分专家认为说 其实啊这个新的这个大脚新变异株啊 目前的患者们其实都是轻症跟流感其实蛮上的 要大家说其实也是先不要太担心啦 没有这么严重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基本上疫情这样子这么多年下来了 大家还是也是谨慎为妙 就像现在虽然我们4月17号开始 不是也是说搭车可以不用戴口罩吗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本人还是会戴啦 因为我觉得毕竟捷运上面 或是有时候尖峰时间你跟人的那个距离没有办法拉开的话 保险一点是比较好一点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哦 日本的热搜关键字呢是这个J alert 其实我们昨天在节目上面有讲过 那我们来跟大家讲一下比较新的情况 因为大家知道说这个日本那时候很紧张嘛 跟北韩一射弹 然后他们这个J alert这个警报系统呢 他是监测到说有可能会掉落在北海道 所以他马上对北海道的民众发了这个警报 那民众当然很惊慌啊 就是而且要叫他们躲去这个地下室啊 一些比较安全的地方 然后呢这个地铁人也是一度停驶哦 但后来哦他讲说这个J alert他就更正资讯 他就说哎飞弹不会掉落在北海道附近 那而且也解除了这个撤离的这个命令 对解除警报 后来哦日本的这个官房长官松野薄一哦 他在记者会上面就被问到说 你这个警报到底是怎么回事哦 是有没有准啊 对就一下要大家避难一下又说不用 对就问到说这个警报更正的这个问题哦 那这个松野薄一他还是觉得说 这个是正确的判断哦 政府是正确的判断 他说会发出警报的这个优先考量是民众的安全哦 所以说当侦测到说有可能会掉落到北海道附近呢 所以当就是马上那时候其实是飞弹的讯后又马上在雷达上面消失 但他们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发了警报哦而且他后来还讲说其实警报不是更正 只是更新资讯 我觉得有点像是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大家都会讲说什么滚动式的调整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样子的感觉有一点点像 但是因为这个飞弹哦就是比较 我觉得这个安全 安全级别稍微再高一点 对对对对还是小心为上比较好 没错没有错好接下来我们看南韩 南韩的热搜关键字呢是喉豆 其实喉豆啊在我们国家已经被列为这个第二类的传染病了 那国外其实也大家都很重视嘛 那先前南韩当地媒体就有报道说 他们在这个月13号的时候 南韩境内通报第九例的喉豆确诊个案 那其实这个个案他其实没有相关的这个海外旅游室 所以当地政府就觉得说 那可能就是社区感染 那怎么样讲呢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九例的个案呢 他住在这个经济道 他12日的时候先出现皮肤病变 然后就去看医生 后来看完之后就跟他说 哎你确诊这个喉豆了 那后来医院他们就是开始在 调查他的一些接触史啊 跟这个相关的旅游室 发现说哎他确实前三周都没有出去玩 那相关单位就认为说 他过去可能是有这个亲密的接触记录这样子 不过还是认为说该个案是社区感染 所以目前还在持续异调中 那根据男孩他们目前 境内喉豆的案例来看的话 其实他们在前五例都是境外输入的 或是有一些相关接触人员这样子 那在第六例之后才是他们首例这个 五海外旅游室的社区感染患者 也因此让他们觉得说 哎是不是真的开始有这种社区感染问题 那之后又出现第七例 第八例也都是社区感染 那现在这个第九例 其实也是社区感染这样子 所以这个社区感染风险是越来越高 所以南韩政府他们现在也开始有点紧张啦 所以把猴豆也是这个关注度也开始提高这样子 也因此南韩的民众都相当的关注 而且台湾我记得那个猴豆的疫苗开放施打后 其实还蛮多的这个民众有去登记 我觉得这样是好事的 就是大家对于防疫其实是警觉性是够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香港 香港关心的是韩国的演艺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热搜关键字是韩国的男星李生姬 那主要是有点这个八卦 就是说这个韩星李生姬 因为他最近结婚嘛 跟这个女星李多莹结婚 但是呢有些韩国的民众 对于李多莹的父母是相当的不谅解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李多莹的爸妈犯下 这个一些经济上面的犯罪 那很多的韩国民众 可能因为他的股票 有因为这一起事件而 就是对受到影响就赔钱 所以他对于李多莹的爸妈 是有蛮多的这个不满的 然后呢就是 但是李生姬后来还是跟这个李多莹结婚 结果就有很多网友就嘲笑他 说你自己被你的这个经济公司 这个Hook娱乐给骗了 结果你现在还是跟一个这个经济犯的女儿结婚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纵使哦 这个李多莹的这个妈妈后来有捐出礼金 但还是被炮轰一次哦 所以李生姬才受不了在这个社群上面发文 来攻击这些来做一些反击啦 然后呢他这个因为有有一些媒体有攻击他哦 他甚至还点名说写他是这个骗子女婿的记者 还说哎你为什么不直接访问他呢 然后就有点像就是没有正面接触 就在背后一直在写他的坏话 没有直接问这个当事人嘛 然后呢他这个还有讲说有这个其他家媒体哦 曾经向他透露说这个杂志社的社长 就是收了他钱东家的钱才多写一点说 这个他的老婆李多莹的父亲的一些负面的新闻啊 又试图要帮岳父岳母澄清 但是网友真的不太买单哦 就说很多他觉得说很多网友讲说韩国的司法 对这种经济犯罪的这个容忍度其实是相当的宽容 因为他犯的这个经济犯罪好像不止一起 对还蛮多起的 所以说他觉得啦这个蛮多网友说李生姬应该 他的岳父岳母不是百分之百的清白了 你也不要再特别去洗白了 反正双方就是一些交火 这个不只是这个香港的网友很关心 台湾的网友也有登上台湾的热搜 我觉得这种娱乐圈的八卦话题 好像大家都蛮喜欢看的 而且这个我觉得堪比韩剧了 对真的 因为有点狗血这样子 好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台湾热搜关键字 是这个台东大学 为什么台东大学会登上热搜关键字 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先前有一个新营运的学生餐厅 那学生餐厅大家觉得顾名思义厅 应该就是为了学生 所以会比较价格会稍微优惠一点 宿过短腕感觉是应该的 对啊大家都正在发育这样子 然后钱也没有很多 但是他们先前就被他们台东大学学生 po文说啊 他们这个价钱贵得离谱 说几样菜跟肉竟然就要将近两百块 甚至还有像照片上拍到这样 他们还要这种低血的鸡腿 就是没有熟你知道吗 完全吃不下去 这个食安问题这其实有点严重了 那后来po上网络上 现在其实网络就很发达嘛 那校方也看到啦 那校方看到之后他们就开始调查 那他们先前就有说了他们说他们其实已经辅导厂商开始审慎评估这个价钱 要清楚的公告放在这个台面上让学生知道这样子 那厂商他们也表示说他们在这个月12号的中午的时候 已经制作这个餐点的价格表示放在这个餐点上头 那他说可以提供这个透明的交易价格让学生看到这样子 然后另外他有提到说其实我们也真的不是卖这么贵 也是因为最近食材上涨了 所以就是请大家多多谅解这样子 另一部分他们有说是食材上涨加上他们其实在这个月11号的时候他们有将这个整体的价格提高 但是他们忘了先公告给大家 所以大家就是可能不知道说最近他们本来就有调涨价钱 然后就会觉得说哎怎么就是突然变这么贵这样 那他们也有道歉啦 那另一部分针对这个滴血鸡腿的部分 他们就说哎很抱歉他们可能是在食材的这个棚主上没有做好这样子 那他说他们之后也会针对这部分做改善 那另外对这个有买到这样子的学生来道歉 并说他们会来全额退款 那因为这样子所以大家学生们就是开始 我觉得学生其实没有很买单 因为学生还是我后来有看一下 讨论方向 大家学生还是觉得不行就是太贵了 因为的确啊四菜一饭 然后快要接近200块的价钱 纵使拿到一些商业中心的这种便当都还是嫌贵 对因为很多学生会觉得说台东怎么会这个价钱 另外还是在大学里头的学餐 所以大家就是很没有办法接受啦 然后也因此就是大家展开讨论成为热搜的话题 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的热搜关键字呢 是这个刚拿到这个奥斯卡影后的杨子琼 那主要是说最近呢 他po了一个文章 就是讲到说他其实有回到这个大马 带着他的欧先生 就是他这个奥斯卡的奖杯 奥斯卡奖杯回去呢 这个祭拜的他的老爸 然后他也说感谢这个父母的爱跟支持 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自己 那他主要是在社群上面po了他的妈妈 也很关心单上热搜 好我们接下来呢 看完这个Google Trends之后 我们要来带大家看的是说 是不是现在有一些这个老年人不敢退休 年纪到了真的不敢退休吗 那主要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南韩这边对不对 对因为其实就是我觉得南韩日本跟台湾这边 其实长者在工作的比例都算蛮高的 对真的 就是我来问一句话 你有想过你你要大概几岁要退休吗 我没有想过 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不会很早想要退休 但我觉得可能是我自己也会嫌不下来 对也好像也不是完全是因为钱 但是我觉得真的现在在路上看到很多 就台湾而已啊真的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 也是还有持续在工作的 嗯就是一部分我们看到长者持续工作的原因 可能第一个就是他第一个是嫌不下来 第二个可能真的是因为经济的关系有通膨下来 那你可能不工作的话 你可能真的是无法养活自己 如果你的这个子女是没有给你一些校庆费等等之类 是有必要出去工作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很多的这个南韩的长者 他们是没有办法安心的来退休 从一个数字可以看到 他们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呢 是创了新高 我们来看到 其实在2013年的2月呢 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大概是273万人 但是过了这个大概10年左右 你看到2022五百多万了哦 到了今年的2月是到577万 是开始这个1996年开始有这个搜集资料以来最高的数字哦 那尤其这个现在韩国来讲的话 这一些60岁以上的就业人口刚好就是这个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居多了 所以说这些人呢其实活得也算蛮辛苦的 因为本来他们的前面的人可能是60岁 60岁以前就可以好好想清楚了 但是因为真的是目前来讲的话通膨不断的标高 而且是算是全球都有面临到这个问题 所以没办法 只好外出找工作 是他们要来就维持生活的一个必要的这个是条件之一了 然后呢现在除了说这个长者要自己又60岁没有办法退休之外呢 工时现在南韩也打算要来拉长了 拉长工时 对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其实南韩的前总统文在寅的时期呢 他们是说一周的工时上限是52个小时 其实52个小时你平均下来如果是5天来讲的话 一天可以其实上限是拉到10.4 对那是包含加班啦 包含加班 对包含加班你可以报就是到10.4左右 他的这个理由是说要保障劳工的权益 但是呢现在呢这个新的总统上任 影席月上任以后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呢这个上限52个小时还在继续的话呢他会输给其他的国家要跟上国际的步调 大家都工作那么多你不行哦 不能输 不能输哦 然后呢这当然会引发很多劳工的批评嘛 因为其实是有点变相的在剥夺劳工休息的权利 然后呢这个身因为南韩我们之前在前几集的节目也讲过生育率其实不高了 跟日本啊跟台湾其实都很像 就生育率都一直在往下降 你再把这个公时拉高那生育率恐怕是更低 跌到谷底那 说什么之前有这个牛津的这个大学的人口专家学者就有讲说 南韩有可能会因为人口不断的消失而不见 那这件事情 这就发生的机率又更大了嘛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为什么隐医学为什么会讲说我要把这个工时往上增的 这个上限往上增呢 主要是说以前呢如果是52小时的话上限52小时的话 变成说你这个超过一个小时就违法了嘛 然后如果说超时工作就只能报到上限 比如说你超时两小时 你最多只能还是只能报一个小时 对他就认为说你加班是百做工的 因此他把这个上限呢调到69小时 但是他讲说工时目前还是维持52个小时 这个上限调到69小时呢 是业者是繁忙的程度自行可以做弹性的调整 那这个法案预计会在6到7月的时候由南韩的国会来表决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可能光话门那边又有一波这个抗议行动 新华台联署 对啊因为这个实战是我觉得对于劳工来讲这个都是不合理的 对啊 纵使他这感觉就是只是让业者有一个方便 解套 解套的方式了 好那我们讲到说除了这个劳工的工时 有可能会被拉长之外呢 其实南韩的年轻人也过得蛮辛苦 我们来看到最新一个数据哦 南韩其实这个19到39这个世代哦 他们这个平均的债务是不断的增加哦 到达近200万就是台币哦 快要200万台币那么多 我们来看到其实在这个2012年呢 这个如果是以19到39岁为户主的家庭的平均债务 大概是新台币80万元左右 但是到了2021过了这个10年左右呢 放大了2.48 达到了新台币197万这么多 而且呢这个债务收入比哦 我们讲的债务收入比 超达到300% 就等于说你的债务是等于你年薪的三倍 这样比例的人呢 在2012年的时候呢 是8.37% 但是呢过了10年以后 增加了2.6倍 达到21.75% 所以说不只是债务整体上升 债务比也跟着增加哦 然后这边有提到说 他的债务大概主要是来源是哪些啦 百分之将近八成其实是来自这个 就是这个金融机构的这个担保的贷款 然后另外一部分是这个信用的贷款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说 亚洲我们这个提到说 法国总统马克宏不是被炮轰吗 这个要提高退休年龄的上限 但是亚洲对于说 退休年龄上限过了之后 还要再继续工作 似乎反弹的声浪 没有这个欧美 对没有欧美国家这么的大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别呢 我们访问到了中正大学 劳工关系学系的林淑慧副教授 来替我们解析 法国的55岁到64岁的就业的人口 它平时低于欧美国家 就是55岁到64岁 那也就是说 这些的就业人口 如果它变低的话 那他们又要把它改为62岁 提升到64岁 就会造成很多人 他提前退休了 但是他领不到退休金 所以我用这个简单的这个例子 就是在说明了 法国他基本上 因为在他们的整个国家的 社会的价值观里面 他们认为 一切都必须在建立在公平的 一个基础上 那你才能去做一些政策的改革跟推动 可是因为在马克宏提出的政策里面 有很多的所谓的不公平的这个现象 因此他们认为说 在这一次的退休金的改革里面 退休年龄的改革里面 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方向 它不是一个符合社会福利国家的 所谓的财富从 而是有似乎截贫附的这样的现象 基本上亚洲国家 在延长退休年龄的制度改革里面 并没有遭受到像法国这次这么大的抗争 那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 包含日韩台湾跟新加坡 这几个比较属于亚洲经济发展的国家 在根本上的国家的价值观 整个人民的价值观 是跟西方的国家 尤其是法国是不同的 日本作为一个年龄老化 人口老化最先进入的国家的 这样的一个指标 他们长期 他们在过去就已经非常关注 劳动力老化的现象 所以他们很早就已经进行 所谓的延长退休 或企业雇佣高龄的这样的政策的准备 那么再加上他们在很早的时候 就有提出所谓的稳定高龄者就业法 的这样的一个法案 所以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那么再加上日本的人民 相对来讲比较守法 所以对于政府提出这个有利于整个国家的财政 跟去面对因应劳动力老化的社会现象 他们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抗争 那韩国的部分 韩国的部分不一样 也就是说韩国长期以来 他们的社会对于所谓的中高龄 尤其是高龄者 基本上我们是认为在国际的研究上 我们认为他们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不友善 因此他们很多的高龄者 比如说他们在50岁或55岁就很容易被企业给辞退 因此南韩的这个高龄者 他们在所有整个的经济合作发展 组织的这个国家里面 统计上来说 他们的高龄者 从事所谓的非永久性的工作 也就是临时性的工作 比例是在所有的国际经济合作发展组织里面 是比例最高的 因此造成了南韩 即使他们把他们的延长退休的年龄 已经延长到60岁 可是基本上就他们的统计来讲 愿意工作到75岁的人也大有人在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 他们的高龄者的经济负担 没有办法去复合他们后面退休之后的日子 也就是说60岁以后 法定退休之后的日子 所以逼得很多人 即使超过了法定的退休的年龄 他还是留在劳动市场里 所以高龄者 南韩的高龄者 即使他们的平均的寿命 已经早就荣登了所谓的80岁 可是因为后面退休之后的人生 还非常的漫长 那在他们有经济负担的情况之下 法定的退休年龄也长到60岁 对他们来说 已经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数字 他们要的还是要能够生存下去 好我们看完这个南韩这边的这些 跟老年人跟退休相关议题之后 我们来看一些年轻一点的 我们现在聊到的是说 这个全球最富有的小孩是谁 正宜你有大概的想法吗 我会想说是不是一些 这个隐心的小朋友 明星的 新二代 对新二代 感觉蛮容易赚钱的 其实并不是 其实是这个跟英国王室有关了 但是英国王室其实也是蛮 下面现在蛮多个小朋友的嘛 那大家知道是谁吗 我们后面带大家来看 那我们首先先要来看到的是 英国王室他们目前状况 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密密麻麻的树状图呢 主要我们是要聊到的是说 就是他们先前有册封一些爵位跟这个头衔 现在来看到是查尔斯三世的这个弟弟 他是爱德华王子 那爱德华王子 他其实先前一直没有被授封相关的爵位跟头衔 一直到这个2019年3月的时候 爱德华王子他那时候55岁生日 他才被他的这个女王册封为这个福佛尔伯爵 那之后一直 就是他这个伯爵位 其实是可以在这个苏格兰地区使用的头衔嘛 那一直到这个 他今年59岁生日的时候 才被这个查尔斯三世封他为这个爱丁堡公爵 那他的太太苏菲也因此成为这个爱丁堡公爵夫人嘛 那其实大家知道说这个公爵跟伯爵 其实是哪一个比较大吗 应该是公爵比较大 对没有错 其实公爵是比伯爵大的 那先前啊这个就有传出说苏菲其实跟这个哈利王子的太太梅根 他其实是两个不太合这样子 但是因为先前这个梅根他跟哈利结婚了之后他是被封为这个萨塞克斯公爵夫人 但是在那个时候这个苏菲他还没有被封为爱丁堡公爵夫人 所以当时候两个人传出不合的时候啊 因为这个苏菲他的这个头衔也相对比梅根低一点 也因此说他要来对他行这个屈膝礼 但是因为在今年这个爱德华王子他受封成爱丁堡公爵之后 他也成了公爵夫人嘛 那现在他们两个地位是平等了 不用了 我对你再怎么样不爽都可以装装没看到 因为我不用再跟你行你了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都是公爵的这样子的平等的这个爵位这样子 也因此就是说不用再行这个屈膝礼 不过大家会觉得说爱丁堡公爵这个头衔啊 他是可以一直用的吗 其实他的爵位他是终身享有的 但是他不是世袭制度哦 意思就是说这个爱德华王子 他之后逝世了之后 他的儿子詹姆斯其实是不可以继承他这个公爵的头衔的 有其他有可能优察尔斯来决定之类的 对就是其他人来去指派 那大家就想说那之后这个爱丁堡公爵的头衔可能会给谁 那外界又猜测了 之后啊很可能会是由这个威廉王子来继位嘛 那接下来这个爱丁堡公爵的头衔 很可能就会给到他的女儿夏绿蒂 或是他的小儿子路易的头上 所以因此他们两个人之后可能就会进成这个爱丁堡公爵 爵位的这个头衔了 那后来我们要来聊聊就是说 那小朋友他们继位这些头衔了之后 对他们身价会有影响吗 其实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啦 但是主要的还是跟这个其他有关系 我们先来看是说 根据这个先前英国儿童电动车销售网站 他们有做出这个小朋友的身价排行 全球最有名的小朋友排行 第一名是谁 就是夏绿蒂公主了 他的身价有多少 36亿英镑大概是台币1363亿 非常惊人的 而且比他比他哥还要厉害 一个少少年纪的小朋友竟然身价这么高 还比他的哥哥高是为什么 主要就是因为其实夏绿蒂他的净资产啊 没有他哥哥乔治这么多 不过大家知道凯特王妃 他的这个时尚品位一直来是大家很关注 而且觉得很夸赞的 就是他时尚相当不错 那先前出席一些大小场合的时候 相比于这个两个儿子夏绿蒂他常常就打扮的很可爱啊 很漂亮然后穿各式各样服装这样子 也因此就是大家就会笑称说他其实这个带货王 他妈妈也是 对他妈妈也是 女女都是 只要他帮夏绿蒂穿了一些什么样的衣服 出席了之后往往那个服饰款式就会热销 马上完售这样子 也因此带动了一些他的这个身价啦 那另一部分的是说啊 夏绿蒂他其实从他的祖母戴安娜王妃 跟一些王室他们有继承了一些这个珠宝跟王冠 也因此来增加一点他的身价 所以他的身价才会比他的哥哥还要高这样子 那刚刚提到说第二名就是乔治王子嘛 那乔治他大概是24.5亿英镑 那他们的这个弟弟路易 他其实是排名在第13名 那他的身价大概10.2亿英镑 那同样是王室成员 进入这个排行榜的有谁 就是这个哈利跟梅根的儿子雅契 但他排比较后面 他大概是第17名 那他身价是3270万的英镑了 那同样在这个排行榜当中 还有哪些人呢 有个就是刚刚正有提到的新二代 他其实是这个女明星沙马海耶克 跟这个开运集团董事长的女儿 是这个排名第三这个瓦伦蒂娜皮诺 他的身价大概是15.9亿英镑 那另外也是王室的成员 是这个摩纳哥的这个雅克王子 他排名第四名 那他的身价是8.17亿英镑 这些小朋友真的是年纪轻轻就身价不凡 真的是躺着转 对 令人称陷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说 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是今年他们的统计这样子 可能明年也是会有一些变动这样 那除了我们刚刚提到说啊 这个凯特王妃他除了这个时尚品味相当不错之外 还有一部分也一直让大家关注的 就是凯特王妃 他的这个教育儿女的这个态度 其实也一起来都很受大家关注 因为其实每次王室出席大小活动 就是他们夫妻两带着三个孩子 一定大家全部目光都在小朋友身上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就是说啊 他们这三个孩子里头夏绿蒂跟乔治 其实都是相对比较安静一点的 那出席活动的时候都乖乖的这样子 但是特例就是他们这个嫂子路易 路易就是一天到晚被拍到一些很调皮的照片 而且他的脸就是常常会有很多的表情 他们才会有人说什么路易表情包 每个都可以做成emoji的样子 没有错 那其实啊路易先前我们刚刚提到说 他在这个伊丽莎版女王登基 70周年庆祝活动的时候 他被拍到了什么 像是他这个掩耳尖叫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有一些皇家的空军 在行驶在上空 那声音很大声 然后路易可能就觉得好吵哦 他把他耳朵捂起来 然后就尖叫这样 一个针线琴的表示 对针线琴 对针线琴的表示 那后来他可能就觉得这整个典礼 有点小小的弄昌 无序这样子 他就开始手就放在他下巴下面 好像就有点无聊这样子 这也都被拍下来了 那后来他在另一场活动的时候啊 他竟然还就是拉他表姐的头发 然后拉表姐的手 那当时候他的妈妈凯特就有看到 那凯特当下就出言制止他 那对他说了一句话 他对他说什么 Let's take a break 就是他说要请这个路易休息一下 那这句话听起来好像 乍听之下没什么问题嘛 就觉得说你先休息一下安静一下这样 但其实不是 因为先前就有这个王室的工作人说啊 其实凯特要是对孩子们讲这句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哦 主要就是说 他是要孩子们听到这句话之后 你就必须要守规矩 要是你听到这句话 还是持续失控吵闹的话 那么你回家 我跟你讲 你会就面临不得了的后果 就是回家会跪算盘之类的 就是妈妈回家在没有人拍到的地方 没有人看到的地方 可能就会对你做出一些比较严厉的处罚了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他那时候对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路易就超乖 就躺在凯特的肩膀上这样子 所以也让不少人觉得说 其实凯特真的在养儿育女上面 这个教养有他自己的一套方式 那不管是对比较安静的小朋友 或者是对这个比较活泼调皮的小朋友 他都有自己的一招啦 那我觉得也难怪就是凯特他一直来 就是在王室这边 他的形象真的是非常正面 大家对他都很喜欢 我觉得这部分多多少少也是有影响到啦 那这个就是引起大家的讨论这样子 大家也都很喜欢看 跟这个英国王室相关的话题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是 1 1 2 2 4 5